欢迎收听1月25号民事PAC的陈间即时新闻 新兵震撼训练一年至义乌义今天上路 首席670名义男今天入营 展开8周的入伍训练 其中军技教育课程由2个小时调整为4小时 法基教育则是由入伍报到一周内授课 调整为入伍当日来实施 PFAS在生活当中被广泛运用 因为它的稳定性高 难以分解 具有生物累积等等特性 恐怕会危害人体的健康 环团表示说 从上额世纪起就被广泛用在各种消费性的产品当中 饮用水不粘锅 装油炸物的纸袋跟纸盒 另外像是地毯 衣物清洁计划装品 还有消防泡沫医疗用品也全部都有 环团呼吁应该要禁止才对 不少中老年人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风险 检测方法复杂而且昂贵 不是所有人负担得起 欧美籍加拿大医疗团队 针对700名跨国人士经过8年研究 发现患者血液当中也有这种蛋白 因此可以透过咽血及早发现 及早开始治疗 而且精准度不输给断层扫描 未来有助于及早发现 延缓失质恶化的程度 为了迎接农历春节 方便民众采买台北六大批发市场 除夕是照常营业的 台北第一第二果菜市场 环南嘉禽批发市场 台北鱼市还有公有零售市场 台北市的内湖花市在春节除夕都有营业 初一到初五是修饰 初六才会开市 民众购买新车的时候 会挑选特殊含义的车牌号码 但是因为英文或者是数字带有谐音 闹出笑话来 譬如是P11公路局今年选出了PGY 还有KFC等等11组英文代码 在2月16到4月16号启动调查 如果民众对车牌有疑虑 将会签报不制作 蒙古发生了大爆炸 一辆油罐车撞上了汽车 引发的大火波及附近车辆跟大楼 当局紧急出动了600多名消防员 跟100多辆的消防车 把火势扑灭 根据政府统计 截至目前这场事故造成了六死14伤 俄罗斯一架军用运输机 台湾时间昨天下午 在靠近俄罗斯西部边境时坠毁 机上载有65名乌克兰的战俘 三名警卫还有六名机组员 俄国当局表示 机上所有人全数罹难 还有俄国国会议员声称 运输机是被乌克兰用飞弹给击落的 不过乌国表示这架飞机是载有飞弹 以上新闻由明示新部制作 感谢您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锁定下午5点半 明示Pax晚间即时新闻